春江景院小区位于杭州铜炉城南街道的龙潭路上 记者采访的时候 这辆现代轿车已经换过前保险杠 左前大灯上还有碎裂的痕迹 这个立柱的防撞条上也有明显的破损痕迹 于先生的妻子说 2月12号晚上9点多 他独自开车进入小区地下车库 本来想停在自家租用的那个车位上 我这边从大门开进来 然后一直笔子开到这里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水地上 那也没法走 然后我就往这边笔子开了 笔子开那边也都全部都是水嘛 地上都有水印子 然后我就一直笔子开 但我车速也不快的 也就十几码二十码到顶了 然后刹车踩下去没反应 就是它刹不住打滑的 因为它地上有水 然后车车又撞到了那个立柱上 对对 积水的区域大概有多大 积水区域的话 反正这一大片嘛 差不多有十五个车位全部都有水 事发现场的照片显示 车子撞上地下车库的立柱之后 前保险杠的左半截有部分断裂 好在于先生的妻子没有受伤 他觉得这辆现代轿车的刹车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车头撞上柱子 还是地下车库的还养地平上有积水导致的 花了将近两千块钱嘛 钱是没多少 主要是修审部份 就换了个保险干 然后在这边 灯的话我是没有换 那里这辆车已经买了多少年了 买来的话大多有十年左右吧 平时这个车况好不好 车况都挺好的 于先生说 妻子开车撞上柱子那天 自己不在小区 在他看来 地下车库的还养地平积水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于先生告诉记者 为了孩子念书更加方便 他在春江景院小区租了房子 车位也是向房东租的 一家人去年六七月份住进来 当时地下车库还是水泥地面 去年十月到十二月 小区进行升级改造 地下车库的地面 都铺上了还养地平 于先生说 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 他多次向小区物业反应 自己租用的车位附近 还养地平上 经常有大片积水 他是连续下雨下个三四天 然后地下就会积水 他这个积水的区域一般在什么地方 积水区域就是我这个车位 周边四五个车位这一片范围 只有这里 那么这个积水一般 他深度的多少 深度的话 反正积水有 我车子停在这里 我下车的话 鞋子像我老婆鞋子都会似的 一月中旬的样子 我就先跟房东 拍了个视频给他 我说讲这个事情 然后房东再去跟那个物业反应 然后我自己也跑去跟物业反应过 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们就说知道了 就这个事情 那物业事后 有没有拿出什么解决方案 也没有 于先生说 二月十二号妻子开车 撞上柱子之后 他再次找到小区物业 当时双方聊得不太愉快 我在想 我交了物业管理费 然后交了还有车位管理费 那我说这个东西 怎样解决方案 对吧 后面呢 我跟他们沟通了几次之后 我发现这个情况 有点变相 其实赔物赔钱我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说总要给泰主 让我们业主住在这里 放心一点 结果到最后呢 他把这个责任撇开 跟他们没关系 作为我们物业来说 其实管理这个小区 我们也有公众责任的险 或者说相对的保险 也有保在那里的 如果说判定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也可以走保险途径 因为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 保险公司要爆掉的 那么一个现场是 现场是没有通知我们的 第二个 那么现场的情况 我们不能判定 因为这个地下室这个监控 因为那时候我们进场的时候 就是很多是 硬件事设备都是故障的 我老婆当天撞了 然后那天我没回来 我在外面忙忙工作 然后到第二天 我老婆发账本跟我讲 他说他昨天晚上是个赚赚 这样的 然后我先 你第二天也没有跟物业讲 我先跟房东讲 房东讲了之后 房东他先去讲这个事情 然后我再自己过来的 到了第三天 你才跟这个 对 对 那现场呢 就是说 当时说实话 是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 所以后续我跟他聊 那个包括我们主管 包括我跟他 我跟他过中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适当的 就是进行一种补偿 但不能 我不能说我进行一个赔偿 小区物业经理表示 他们愿意跟于先生 协商一下补偿的事情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小区地下车库的 还养地平 为什么会经常出现 大片积水呢 于先生带着记者 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这道消防卷帘门的墙壁上 有一块长长的金属板 金属板的背面 在不停滴水 水流顺着还养地平上 这道槽 往旁边的排水沟里流 于先生说 这道槽 是小区物业十天之前 在还养地平上挖开的 地下车库的顶上 是小区道路和绿化带 记者注意到 这片绿化带里 有不少印井 从井盖上的文字标识来看 既有雨水井 也有污水井 第二个这个渗水点呢 是在消防卷帘那里 有个伸缩缝 对路面到泥土城 然后就是雨量大的时候 情况下 那个泥土城水量饱和了之后 那么从这个伸缩缝里面 大量渗出来 如果说下一到两天的雨 或者雨量小的话 就不会很大的影响 如果连续下雨的话呢 之前经常就会这样子漏水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漏水是 过年之前这个事情 而不是每天都这样的 现在还在流 而且是很清澈的 如果说是漏面积水下去的话 肯定是浑浊的 21年进驻以后 到这次地平改造之前 有没有别的业主 或者租客跟你们反馈 就事发这个位置 在这个渗水 或者地面积水比较多的 这个位置确实是没有 或者说它可能是有少量 但是因为是水泥地嘛 它是有泄水的那个的嘛 就不像这个塑胶地面 可能有一点潮或怎么样的 就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次浇了之后呢 刚好这个期间 到年前这个期间特别大 因为之前它车位 也不是说刚刚租的 它常常今天如果说 之前有很大的积水 它应该 车主应应该感受得到的 对于环阳地平上 频繁积水的原因 于先生和小区物业经理 有不同的看法 物业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是2021年 进驻春江景院小区的 整个小区分成好几个区块 每个区块有各自的施工单位 这次地下车库的渗水点 刚好处于两个区块交界的位置 它是分172737的 有13年到18年不等 有看具体的每栋楼 因为它施工单位也是蛮多的 地面积水的反应是年前 就自有街道 而且艺术性是有反应 这个事情呢 我们一现场也就看了 后来的年后呢 是我叫了很多次了 联系开发商联系很多次 那么它因为是 刚好是区块 分开了一个区块嘛 刚好就等于是 这边是一家施工单位 另一边又是 另一家施工单位 刚好这个中间这里 不能判断到底是 谁的哪个单位的 那么就是说 它是说跟我说 叫那个施工单位到现场 那么那时呢 是来了一家 来了一家呢 另一家没到 对另一家没到 后来回复我是不肯来 物业经理表示 他不便提供开发商的联系方式 春江景院小区 这幢住宅楼的建筑名牌上标明 小区开发商是 铜炉滨江建设有限公司 春江景院分公司 按照铜炉滨江建设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 记者赶到了铜炉春江西路上的 滨江大厦 楼层索引图显示 铜炉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的这批办公室里 有一间是春江景院分公司 找到楼上一问 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去找 铜炉城市经营发展有限公司 再赶到铜炉上航路的制成大厦 铜炉城市经营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帮忙联系上了一位经办人员 并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记者 对方看不说 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 这个小区物业的反馈了 我知道的话是很迟的 应该是前不久 之前是联系过一次 早的时候 他们好像因为过宝了 他们也没有派人过来 之前我们跟物业连续过来 因为地下是深水 应该也是在物业的深水范围之内 我们是做物业 物业你们想办法修好就可以了 这个属于是结构问题 属于是中生自保的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维修过程是很大的 要从路面开挖 整体挖深 挖到这个深水点 那么再给它重新做加固 小区物业经理表示 他们没有能力来维修地下车库的深水点 目前他已经向街道和社区反映情况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让我们来看 这个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让我们可以